嗨,大家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占卜的内容呢,是关于你自己的家人有什么心理话想要告诉你的 他们想要传递给你怎样的信息呢 面前呢,还是有三组牌 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请根据你的第一直觉或者感觉 甚至是对应到每一张直影牌哦,进行一个选择吧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进入解牌环节 嗨,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呀 首先呢,我是觉得哦,你们的家人想要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在处理你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事业上啊,生活方面啊 甚至是在对于一些竞争方面的时候呢 你们都会付出你们的权利 甚至来说你会很竭力的去帮助你周围想要帮助的那些人哦 包括说你们的家人本身其实也是受到你很多那种照顾的 甚至来说你会成为你家人的一个后盾 但是你的家人想要告诉你的是 他知道你为他做出的这些努力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呢 他们会觉得说你自己身上背负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哦 因为第二张牌是一张权杖石的那位牌 他们想让你稍微的能够放下一点压力 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一个第一个很有行动力 很有意志力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很有热心肠的人 甚至来说你们想要去帮助很多人 但是这种东西吧 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无形的枷锁 束缚在你自己身上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会为了一些 包括说你自己家人的一些利益啊 他们需要的东西啊 而去做出很多努力 虽然你的家人本身他是很感激的 但是他们会更多一点心疼的那种感觉哦 他会想让你去放下一些 你们自己根本没必要去负担的那些部分 比如说一些压力啊 很多的操劳 甚至来说你们会为了他们去奔波很多啊 他们自己其实是有一点心疼的 觉得说你好像去为了他们做了太多的事情 他们也自己 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啊 他们自己是知道的 而且这里有一张皇帝牌啊 其实也就代表着可能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 你啊就是选到这一组牌的你们 其实是那种主观意识很强的 甚至来说行动力也很强的 会对自己在意的人 有很强大的一个保护感呢 甚至说会实质性的去做出一些行动 来帮助他们的这种人呢 但是呢你的家人会想要告诉你说 有的时候吧 把这种情绪或者说你想要去帮助人的这种行动去做多了的话 会对你自己的一个经历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 不是说他们会觉得你做的是无用功 而是他们会去心疼你自己的一个经历 他们有时候会看到你那种努力的样子 会很心疼这种感觉 感觉你好像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到你自己哦 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话可以适当的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 对可以用这些时间去进行一些什么享受生活呀 或者说去经常跟自己家人来一点消遣性的活动 因为这里还有一张新必酒 你们其实本身是很那种风浴的 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你其实不用再去努力很多的 在对于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帮助的方面呢 你尽你的那种绵薄之力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为了一个人去呕心力学的去做那么多的东西 不是说他们讨厌你这个行为 而是这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哦 因为你自己本身真的是很丰裕的 甚至来说在当下的对于你而言的话 你应该做的就是一些享受生活享受当下 而不是为了一些莫须有的或者说别人的压力 而去压榨你自己哦 这种感觉 而且你的家人也想要告诉你说 如果说你现在有在为这一件切实的需要你去努力的事情 比如说事业啊项目啊甚至是考试之类的 他们也很相信你一定可以铲除掉你们周围的所有对手 然后摘取胜利的果实 他们在内心深处是相信你的 只是想让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压力 其实你自己是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走向成功的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嘛 把生活当作是一个体验性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你成功了就是你就是好的 你没有成功那你就坏的 没有这种说法的 他们会一直当你坚实的后盾哦 这种感觉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张圣杯三 那其实我感觉到你的家人呢 近期其实是很想要跟你来一些 包括说是语言上的连结呀 包括说是一些沟通方面的东西 虽然说我觉得你们近期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些小的聚餐啊 包括说经常来谈一下心啊 在晚上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啊 这种感觉的 因为我觉得近期的话 你的家人会很乐意的去帮你去消化 或者是化解掉一些压力哦 因为你们这一组的话 很容易心里面会有一些压力的 这些压力可能是源自于一些所谓的责任感啊 热心肠啊 甚至是你想要去保护某一些东西 争取一些东西这种感觉的 需要通过你的家人来给你化解掉 不然的话你会一直预解在心中的 他们也很想让你就是轻松一点的生活 就是稍微的慢一下 不要做每一件事情都想要去 很快的获取成功啊 摘取成功啊 会很压榨着自己的那种力量啊 怎样怎样的 他们会想要让你稍微慢一下 停顿一下 稍微的看一下沿途的风景 然后呢在你自己困倦的时候呢 伸一下懒腰啊 甚至说是去晒一个太阳都是可以的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了 他们看在眼里是疼在心里的 这种感觉的 好吗 然后这一组的解析就到这里啦 如果对你而言是有帮助的话 请点赞关注收藏评论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嗨 欢迎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们啊 首先呢 我从整体的排面感觉到你的家人呢 可能他近期感觉到你的一个能量磁场 不是特别的好哦 你们这一组的话 可能近期会陷入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当中 包括说一些什么焦虑呀 甚至是说以前发生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 都在困惑着你们 甚至来说近段时间 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评价都会偏向一个比较负面一点的作用哦 你的家人呢 其实是看得见的 甚至是他们也能感觉到你近期的情绪状况也不太稳定这种感觉哦 他们想要告诉你说 你自己本身首先是一个很有很有能力的人 因为这里有两张关于火元素的牌哦 你们自己本身其实是那种内心蕴含着无穷大的力量的人 只是说你们在对待一些事物的方面 不要只看到那些比较片面的一面 比如说你看到你自己不太好的一面啦 或者说你在看待人生的一个路程当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让你自己无法想象的事情 比如说哎什么不公平的遭遇呀 或者说让你自己都没办法去想象的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嘛 在面对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 虽然它发生了但是你的家人想要告诉你 我们人生当中是要遇到很多这种事情的 他们的一个作用呢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成长 去消化所谓我们的一个人生课题 你的家人会成为你真正的坚实的后盾 甚至你的家庭就像你的避风港一样 不论外面呢或者说你自己的身心灵受到多大的一个创伤 他们都愿意去为你分担一部分的压力哦 而且你们这一组的话 近期可能也不太想要说话呀 甚至来说不太想要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给表露出来 但是我是建议你们去跟家人好好的说一下 因为可能你们现在觉得很没必要啊 或者说你不想要把自己这份不好的情绪跟你的家人说 但是你的家人是很想要去帮你化解这一份东西的 但是他们又会觉得说如果他们主动的来问你的话 又怕给你造成一部分的压力哦 甚至来说他会觉得 如果说他不想说的话 我自己去问他的话 会不会让他自己更觉得有一点点受到了局限啊 这种感觉的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你们呢 在遇到自己有点想不通的事情 或者说被一些负面情绪所缠上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去向你们的家人稍微说一下 不要担心说这种情绪会影响到他 与其被这种情绪影响到 他们看到你自己这种比较不太好的一个能量的话 反而他们更加担心的 这种感觉 其实很简单的 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只想要说 你把自己心里那份不好的情绪给发泄出来 就谈一谈这种感觉 而且这里还有个权杖舞哦 其实你们看比较神奇的是 画面当中 四角的位置都是一个权杖 其实权杖的就是一个火很光明 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他们会想要去包容 包容你 帮你烧掉那些所谓不好的所有东西 当然这张权杖舞呢 他们也是希望你重新回到一个 比较开朗啊 甚至来说你们能够积极的去发表出自己建议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来哦 这种感觉的 他们也很想要让你觉得说 家人就是你最真实的后盾 他们会用非常坦诚的心来接待你 甚至来说来帮你化解掉一部分你自己好像没办法靠个人力量解决掉的事情 所以说我自己的个人建议呢就是 你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说一下 说一下 甚至来说在你自己感觉到情绪莫名其妙有点低落的时候呢 也可以跟你家人做一些团建之类的事情 当然这张权杖四的话也就代表着 可能近期在关于你家人的方面会有一个好消息出现 那如果说你是有孩子的话 很有可能你的孩子会拿到一个好的消息 可能是关于什么考试啊事业方面的 总之是会让你整体一家人都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会出现 那如果说你现在在备孕中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有孩子出现哦 这种感觉 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那就是你的父母 其实他们那边会有一个好消息出现的 整体而言是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丝光明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我比较建议是你们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东西给他讲出来 如果说你不讲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只需要记着你的家人一直在关注着你 甚至来说他们想要帮助你 他们有这一份很好的心意 你有真正爱着你的人在你的身后 这一切就够了 只需要你慢慢从里面走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感觉到你自己走不出来的话 你跟他们讲一下 他们绝对会拼尽全力去帮助你的 好吗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很感谢你们的收看哦 如果说你们感觉到今天的视频对你们而言是有所帮助的话 请点赞关注收藏评论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嗨 欢迎选择第三次的小伙伴们呀 你们这一组的话就要分两种情况来讲哦 如果说你自己现在是没有成家立业 就是说没有小孩的话 你的家人是父母的话 我就看到其实你父母想要告诉你的是 不论平时他对你们说了什么话 或者说他表现出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哦 他其实内心深处都是爱着你的 可能有的时候吧 因为这种年龄的一个鸿沟问题 可能他们自己表达的会有点失误 就是可能让你自己无法理解的一个表达方式 会让你自己感觉到受到了伤害 或者说被他们控制着一样 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是绝对的想要去帮助你 引导你的 想要去用他们自己仅有的那份绵薄的力量 去为你引导一下人生的道路 但是可能方法会有点失误哦 所以说他们想要告诉你 如果说在过程当中 有一些部分让你自己感觉到有点 感觉到受伤啊 或者说无法理解的话 还请你们多多去包容一下 因为他们其实真的很爱你们哦 这种感觉 然后呢我们还看到这里有一张审判牌 和一张保健是从的一个逆位牌 那也叫代表着你的父母的话 其实在有些事情的一个判断上面 甚至来说在一些事情的一个讲述方面呢 可能会存在着一个 可能有时候说的很伤人呢 甚至来说有的时候吧 他们好像没有很能够去评判掉一个事情 到底你做的是对还是错 那他们急于去想要把你搬向一个 所谓他们觉得正确的道路上面的话 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刻薄一点的这种方式哦 所以说他们想要跟你讲就是 对于这方面呢 他们自己其实是很抱歉的 因为可能也就是他们自己吧 就那种心切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太过于在意 而容易去引起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个失控 而让你受到伤害哦 对于这方面 他想要告诉你 他很感觉 他感觉到很抱歉 想让你原谅他 同时呢 他也觉得说 你自己是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 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的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收获自己的果实 他是一直相信着这一点的 你们的父母哦 他们也想要成为你自己坚实的一个后盾 但是呢 他们也想要你变好嘛 所以说在面对于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个冲突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沟通清楚就好 如果有时候你觉得他自己说话说中了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爸爸妈妈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方面 我知道你的心是好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说话方式呢 这种啊 这种比较直白 而且有点委婉的这种 就是怎么说呢 也不是很伤人吗 就你直接把你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那就行了 他们也就明白了 久而久之他们会改的 知道吗 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成家立业 有小孩了 就是说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孩子的话 那其实我看到你的孩子的话 可能在面对于一些事情上面 或者说那有的时候挺容易惹你生气的 就是说可能你觉得有点恨 什么恨铁不成钢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说 哎你的孩子怎么感觉做事情毛毛躁躁的 啊 做事情怎么怎样怎样的 你会感觉到有点担心 啊 他到底能不能心 或者说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你可能会去很多的去一个挂念 但是你的孩子呢 想告诉你的就是哦 他自己是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去走的 他也很明白自己以后要走的一个道路 当然如果说他还小的话 其实也就代表着他以后其实是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力量 走向一个很好的位置的 所以说你们不用担心哦 在关于孩子的发展方面 因为每个人都是会成长的嘛 你们看到的他呢 可能只是一面的他 你的孩子其实在很多方面是有自己 独特的一个能力的 比如说评判是非的能力啊 包括说一些在判断能力 协调能力 甚至是逻辑能力方面都是有的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能力的 甚至某种角度上来说 是有管理者的天赋的 就是说他说话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听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你在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交流方面呢 诶可以稍微的去平衡一点 这种感觉 当然他们也会听你的话啦 只是可能他有时候毛毛躁躁的 你可能会比较担心一点 不过我需要告诉你的就是不用担心 而且除去掉关于孩子方面的事情的话 其实你的整个家庭的一个氛围还是蛮好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在想着去为彼此付出 整个家庭的一个氛围呢 就是一个比较良性一点的 就不会说一个人单方面在付出啊 怎样怎样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对应的位置 在默默的为家庭有一个付出的 所以说整体来看呢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氛围哦 只是可能每个人他的思维存在差异 就可能有的时候吧 会做一些彼此都不太能够了解的事情 所以说在面对于这种事情上面呢 你们只需要去把他这个问题提出来 然后呢放到台面上来讲清楚 就完全没问题了 就完全没问题了 因为我感觉到其实真的是氛围很好 氛围很好 只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情绪的暴动 但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哦 对 他们也很想要去真正的帮助到你哦 真正的作为一个家庭成员 彼此促进 然后养成一个非常良好和谐的一个家庭氛围 他们很想要去这样做 好吗 然后这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啦 也很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说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而言是有所帮助的话 请点赞关注收藏评论好不好呀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